第二十四集 哦 东方菲尔点点头 一副受教的样子 但问题是 他除了在穆雅阁给添置的衣服外 并没有别的衣服了 东方菲尔同学 你别不当回事 我们女孩子都爱美的 有了新衣服 都喜欢穿出来炫耀一下 可这浩天学院 不比我们家乡那等地方 人多又杂 袁艾成叹气道 原来 他们都以为他被骗了 东方菲尔一瞬间也不知道 这个话题该如何解释 只怕他说了 他们也都不会相信 还以为他是死要面子 算了 就让他们误会 他是被骗了吧 反正受不受骗 只有他自己知道 就做一次呆头鹅 说着他竖起了一个手指头 一百两蜜蜜蜜 精益地看着他 可没说是一百两蜜蜜呢 他原本的意思是准备说一千两金鲜的 只是还没来得及开口 毕竟如果那个魏文博是骗子 只要不超过一千两金鲜 这些家具 他还是愿意买下的 至少他看着 值这个数字 菲尔同学 这是你多久的生活费 唉 你就把钱这么花了 以后可怎么办 这可还没正式开学呢 我娘总共才给我了 三百两秘银的生活费 唉 艾传 你呢 我家里给了我五百两密银 你们说话都小声点 免得隔墙有耳 东方菲尔在心里快速地 换算了一下 自己身上的全部夹当 如果那个魏文博 留给他的黑金卡里面 真的有两万两金鲜 那么这个所谓的零花钱 足够他在浩天学院 奢侈的过日子了 就算没有 楚浩然留给他的 一万两金鲜 也绝对不是小数字 张青江很是担心地 看着东方菲尔 低声问道 菲尔 你家里 给了你多少钱 哦 五百两 东方菲尔决定 比照袁艾臣 不搞特殊化 张青江松了口气 点头道 那还好 你平日里啊 省着点花 毕竟家里人赚钱也不容易 别大手大脚的了 嗯 谢谢青江同学 他是真心道谢 虽然只认识了一天 但张青江还是很热心的 并且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 四人正准备继续说话 林小宝突然扯了一下张青江的衣领 低声道 哎 你快看 四人都好奇 一起把目光聚集在紫薇院的门口 一个穿着大红长裙的女孩子 带着一个圆脸胖胖的中年夫人 养着脑袋就走了进来 好漂亮啊 林小宝低声赞道 东方菲儿也被那女孩子吸引 这红衣女孩确实很漂亮 看着年龄似乎也只有十六七岁 翩翩身高居然有着一米七的样子 眉目如画 顾盼生姿 是那种让人看了一眼 就忘不了的漂亮女孩子 尤其是她那近乎完美的身材 让东方菲儿近乎自残行贿 别说是前世了 今生纵然有着清丽容颜 但身材却差了人家一节 也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生长了 哇 她 她也住我们一个院子的 林小宝看着红衣女孩走过去 这才低声问道 嗯 看这样子 应该是的 袁爱辰低声道 上学 还把母亲带来 林小宝嘟嘴低声道 张青江看了她一眼 低声道 小宝 别乱说话 那个中年妇人不像是贵妇人 倒像是仆衣一流 我看大概是她如母吧 东方菲儿不解地问道 啊 这上学还可以带仆衣吗 林小宝皱着眉头 嘟嘴不语 张青江低声说道 我听说呀 是可以的 刚才去方氏就看到一些家人带着蒲衣下人 不过那都是一些特殊的人家 像皇族呀 或者是那些名门世家的 东方菲儿看着那红衣女孩带着中年妇人 已经走进北院 笑道 哼 看样子她是住北院的 大家以后都在一个院子里了 倒是有眼福了 眼福什么呀 袁爱辰哼了一声 低声道 我瞧着 她还没你好看呢 东方菲儿只是笑笑 正欲说话 不料门口走进来几个壮汉 扛着好些家具 进了院子就大声叫道 哎 紫卫院313 312的房间在吗 张青江忙着对东方菲儿笑道 不说了 我先安顿下来 等一下咱们一起去吃饭 东方菲儿点头 张青江已经迎上去 另外对面东院的门打开 走出了一个高挑肥瘦的女子 扯着嗓子喊道 喂 312的 送这里来 看着她们忙忙碌碌的开始安置 东方菲儿开始觉得无聊 继续看书 但是她的清闲也没能够维持多久 很快 北院的门打开 刚才那个陪着红衣女孩子走进去的中年妇人 大步走了出来 看见东方菲儿直接问道 同学 你知道方氏在哪里吗 听说在流花江码头一带的 东方菲儿答道 听说 中年妇人挑了一下眉头 东方菲儿点点头 没再说话 继续看书 呃 同学 这方氏有家具出售吗 中年妇人再次问道 嗯 有的 他们都是那边买的 那你呢 中年妇人皱眉问道 打开北院的套间门 她也呆愣了片刻 这浩天学院号称月清大陆最大的学院 怎么住宿环境那么差 除了房子装饰不错外 里面的家具竟然只有一桌一凳子 那凳子还是缺了一条腿的 幸好她过来伺候小姐 否则自家小姐哪里受得了这等委屈 也不知道家里的老爷们是怎么想的 让从来没有出过家门的小姐 进入浩天学院上学 哦 我也是一样的 东方菲儿信口说道 反正魏文博的事情 她也解释不清楚 你都准备好了 中年妇人看着众人忙碌着 只有东方菲儿悠闲地在紫藤花架下 玩着秋千看着锦书 嗯 我早上来的 比你们早 所以都准备好了 东方菲儿笑道 我能不能看看你的房间 中年妇人问着 说话的同时 她已经向东方菲儿的314房间走去 她倒也没有恶意 只是刚才林小宝等人的家具 她是看着有人扛进来的 实在是太过粗糙了 难道方氏就卖这种货色 所以她想要看看东方菲儿的房间 顺便借鉴一下 东方菲儿皱了一下眉头 但还是礼貌地走了过去 推开门请中年妇人走进去 落日的余晖金光闪烁 从宽大的窗口罩了进来 客厅里 洁白细腻的沙发 古色古香的紫檀木家具 散发着檀木特有的清香 啊 檀木家具 哪里买的 中年妇人一边说着 一边伸手摸了摸紫色的茶戟 用手指扣在茶戟上弹了一下 发出宛如金石一般的声音 以她的眼光 这绝对是上家的紫檀木 而且至少是三百年以上的 这样的紫檀木坚硬如金石 色泽鲜亮光滑 香味浓郁 方氏 您若是要 去方氏看看吧 好吧 中年妇人点点头 转身静自走了出去 东方菲儿皱了一下眉头 心中很是不喜欢那个中年妇人 好生没礼貌 不经过她同意 就想要私闯她的房间 而且她眉宇之中 总带着一股子居高临下的傲气 等着中年妇人去了 东方菲儿继续走出来 坐在鞦韆上看书 没多久 突然一个物体带着进风 从天而降 东方菲儿吓了老大一跳 本能的偏了偏脑的 那东西几乎是贴着她的头 落在了鞦韆面前 定睛一看 竟然是一只桌子腿 谁呀 东方菲儿不禁叫道 她出来乍到的 可没和什么人结怨 这桌子腿 咋就冲着她的脑门 砸了过来 对面 东院的窗子打开 一个女孩子探出头来 看了看那桌子腿 大声叫道 对面的同学 不好意思呀 东方菲儿莫名其妙的 但对方既然已经道歉了 她也不好说什么 忙着道 没事的 你小心点 但她的话还没说完 透过窗子 就看到对面那女孩子 似乎是被人推了一把 亮相着跌了出去 随即就听到房间里面 传来吵架的声音 再接着 刚才那个女孩子 直接从窗口飞了出来 站在院子中间 插腰叫道 来来来 周青瑶 你有本事出来的 别以为我怕了你了 打架 东方菲儿一瞬间就瞪大眼睛 不会吧 这才来第一天 居然就看到这么劲爆的场面 哼 真挺 别以为我怕了你 说话之间 窗子里面又飞出来一个 穿着黄色衣服的女孩子 那周青瑶看到真挺 飞身出来 顿时话也不说 一拳头就砸了过去 真挺忙着让开 屈膝对着周青瑶的小腹 就狠狠地撞了过去 力道着实不弱 这要是撞上 只怕那周青瑶 不躺上个几天 都动不了身 但是周青瑶也不弱 侧身避开 挥拳再打 一瞬间 拳来脚往 比京武门还要精彩几分 东方菲儿摸了摸脑袋 据说灵界普遍修武修灵 而浩天学院 更是月清大陆 最大的修行者学院 上学首先是需要通过考试的 看样子 这浩天学院的学子 手底下还真有两下功夫 可是这一言不合就拔拳头 也未免太过危险了 菲儿同学 这 这 这到底怎么了 林小宝快步跑过来 向东方菲儿问道 我也不知道 好像是吵架了 这两人好像是311房间的 下午还和我们打个招呼的 据说是四个人合租的 张青江也走了过来 皱眉低声道 学校明令规定 是不准打架都凹的 东方菲儿扑斥一笑 任何一个学校 都有着这么一项规定 但至于学生是否遵守 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见着有人动手打架 众人都站出来看热闹 312刚才那个高大肥瘦的女子 也走了出来 看着砸在地上的桌子腿 这还蛮激烈的嘛 东方菲儿笑道 你们看热闹 我可是差点被砸了 众人文言都不禁笑起来 相互交换了姓名 东方菲儿才知道 那个高大肥瘦的女孩子 叫沈红菲 今年也才17岁 只是生得高大了一些 看着似乎都有20出头了 东方菲儿估计 她大概有着1米75的身高 你们可知道 他们为什么打架 东方菲儿很是好奇 据说后天学院入学的规定 就是必须15到20岁的 年龄太小或者太大 都是不收的 这都不小了 有都是女孩子 为什么第一天上学就打架呢 我倒是知道一些 沈红菲轻声道 原本呢 还想要找他们俩谈谈的 他们有四个人 捧住一个套件 好像这房间分不过来了 然后为着争房间 就开始吵架 事实上 从中午开始就吵了 我一个人租了一个房间 也住不了那么大 而且太过冷清 想要找他们谈谈 看能不能挪个人出来 住我这边 我也有个人作伴 他们也不用打架了 怎么想得起来 四个人同住的 袁爱臣摇头道 这套间只有三间房啊 东方菲儿抬头看去 果然 在三一一的房间门口 还站着两个女孩子 只是似乎关系也不好 相互之间怒目相向 嘀嘀咕咕的 正在口角 沈同学 要不你去劝劝他们 林小宝心直口快 忙着叫道 我中午就和他们提过了 但他们不同意 沈红菲摇头道 为什么 袁爱臣不觉得道 难道他们就喜欢 挤在一起打架 东方菲儿在心中略算了算 已经明白过了 东院的套间和西院是一样的 价钱也是一样的 四个人合租的话 每个人才三百七十五两密银 而如果谁搬出来 和沈红菲同住 两个人平摊 那就是七百五十两 而余下的三人 摊到头上的钱就更多了 谁都不合算 沈红菲自然也不会让那个人 搬过来和自己白住 更不会让他占着一点便宜 所以那四个人宁可打架 也不愿意有谁搬出来 东方菲儿想了想 笑道 事实上 这也蛮好解决的 不就是四个人抢房间吗 三个房间 一个客厅正好的 无非就是 谁住客厅罢了 自然是 谁都不愿意住客厅了呗 沈红菲笑道 四个人轮流住就成了 或者不想轮流住的话 住房间的三个人 另外补贴几两密银 给住客厅的 用得着打架吗 东方菲儿笑道 这个法子倒是不错 张青江也笑道 我去欠欠他们 总不能让他们 就这么打下去 要真弄点事出来 我们也不好 不过 只我一个人 恐怕是制服不了 他们两个 来 你们谁来帮个手 说着 他忍不住 看了看东方菲儿 来 我来 沈红菲道 东方菲儿坐着没动 他是修灵者 动手和经验实在不足 这等事情 还是交给 他们修武者比较好 沈红菲和张青江 还是费了些功夫 才把那两个 打得难分难舍的 周青瑶和真亭分开 林小宝和袁爱臣 也帮着劝解 让他们采用 东方菲儿的那个法子 经过交谈 东方菲儿才知道 另外313的那两个女孩子 一个叫曹华 一个叫韩莉莉 最后 韩莉莉同意住在客厅 而另外三个女孩子 每人得拿出 二十两密银来 给韩莉莉 作为补偿 韩莉莉也认可 这个价钱 于是 一场纷争 算是平息了 只是 沈红菲 似乎有些不高兴 因为她原本是筹算着 拉一个过来 和她合租的 闹了一场 天色已经暗下来 众女孩子都是 十六七岁的年龄 于是 相约去流花江 马头的清风馆吃晚饭 大家好好的聚聚 第24集 玩